車款 首先就是它在一般道路上 穩定度也更好 這部車設定得非常成功 乘坐的離不降低的好處 這盒它的地方 軟式的更改 大家好 我是昆成 Toyota Carola自1966年上市以來 已經成為全世界最暢銷車款之一 平均每40秒就可以賣出一部Carola 它衍生出來的車系 從四門房車、旅行車、五門先輩車 到跨界休旅車Carola Close 而這部Carola Close 它可以說是滿足了多數消費者 對於全方位用車需求的一部跨界休旅車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部Carola Close GR Sport 它就是由Toyota Gazoo Racing 這個運動賽車品牌所調教出來的 而且是在台灣全球獨賣的最新車款 Toyota Gazoo Racing 這個運動品牌 它是由可以說史上最熱血 也可以說它是一個被CEO當務的賽車手 豐田張蘭所一手所催生的 這個品牌它的產品分為四個級別 第一個級別最頂端的GRM 它是一部強調什麼追求極致性能限量版的一個賽道機器 例如什麼Yaris的GRM 第二個級別的GR 它一樣灌注GRM的一個本質呢 它是一部強調本格派量產型的性能車款 例如它在國內 現在目前在國內有在販售的GR Supra牛魔王 以及GR Yaris這個暴力壓 第三個級別就是GR Sport 它是針對一般的市售車款 然後提供內外觀的一個運動化套件 還有底盤操控強化的一個優化版本 例如什麼呢 國內在販售的Carola Artist GR Sport 還有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部Carola Close GR Sport 第四個級別就是GR Part 它是提供什麼 提供一個改裝零組件的一個系統 一個組合 它可以讓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改裝組零配件來做升級 這部全球獨賣的Carola Close GR Sport 它針對的是男性年輕家庭 它除了兼顧到全家人的用車需求的務實面以外 它還能夠保有的自我風格 所以它跟一般的Carola Close的定位不太一樣 它全車系的車系編程有兩款車型 第一款是87.5萬元的汽油版GR Sport 另外第二款是94.5萬的Hybrid油電版的GR Sport 好 我們先從車頭GR Sport專屬的外觀套件來看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六邊形的耀黑風潮水箱護照 加上強調低重心設計的下保感 以及這個帶有質感的這種亮影的下護板 再搭配Bi-BIM的LED雙頭燈 整個車頭造型看起來 它展現了一個比較運動 然後俐落的 而且呈現質感的一個車頭造型 好 接著我們來看車側 2-tone雙色調形成的一個懸浮式車頂 搭配運動的一個車頂架 再來看一下耀黑式的車側Hold視鏡 再結合我們18吋的雙色的切削鋁圈 以及你看 由霧黑跟亮影下護板構成的整個一個視覺印象 它呈現的除了在運動風格以外 它還保有什麼SUV的一個粗曠氣息 好 接著我們來到車尾 耀黑式的車尾翼 熏黑 LED光調式尾燈 GR Sport名牌 這些呢 一樣都是屬於GR Sport的一個專屬運動套件 再結合你看 霧黑亮影的厚實的下護板 它還是保有了什麼SUV的那種越野氣息 好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GR Sport版本 專屬的一個車艙套件有哪些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整個車式的一個氛圍 它還是由耀黑式的一個主色調 跟皮質來搭乘 它所形成的一種是比較低調 比較內斂的一個運動氛圍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智聯車載系統 它升級到9吋的Wi-Fi版 這個系統我特別要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衛星導航系統 它圖字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的提醒是非常非常的貼心 你要走高架道路或是走平面道路 它都能夠事先幫你做提醒 所以你絕對不會去開錯的 而且你會用起來非常非常的安心 會有個安心感 操作起來也非常方便 好 我們接著來看 我覺得GR Sport版車艙裡面 最精彩的就是這個駕駛的一個位置 首先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儀表板已經換成了一個 7吋的TFT-MID的一個數位儀表板 面積很大 看起來非常的清晰 然後再來呢 手握的方向盤 跟你手握的排檔桿 它都換成了一個真皮的一個包覆式 質感非常好 握感也很棒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座椅 這張座椅就是全車系裡面最大的一個亮點 首先我們看頭枕 它有一個GR一個名牌的一個烙印 我覺得這個烙印非常的有質感 很內斂 接下來當然還有雙白色的縫線 跟直立式的一個白色線條 營造的是什麼 視覺質感 整個做起來包覆性夠 在包覆性之餘 我覺得它泡棉也很厚實 所以在舒適感它也是有的 然後你看這個引擎的啟動按鈕 這個Push Star也換成一個GI Sport的名牌 所以整個車操裡面 呈現的是比較運動氛圍 但是運動氛圍是比較低調 比較內斂比較含蓄的 好坐到後座來 Carola Close的後座空間 還是保有SUV的一個開闊感 頭部空間表現得相當出色 西部空間也很不賴 橫向空間它有一定的水準 在機能方面 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的自背架 還有門邊的自背架 以及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都一應俱全 最重要的是它整個底板 也比較為平坦 所以整個後座的空間 乘坐起來也非常的舒適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消費者 最想要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Carola Close GR Sport 版本 將TSS 2.0 跟 PBM 這種環境影像輔助系統 列為標準配備 所以算相當的是有誠意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TSS 2.0 其中的這個ACC 主動式的一個車距維持輔助系統 它已經提升到什麼 全速翼的 然後它還有跟車倒停 這些加起來總共最高最高 有33項一個主被動安全配備 所以我覺得在GR Sport 版本上 它在這一塊它算是給好給滿 而且一點也不馬虎 現在我們要來好好地體驗一下 這個已經由GR團隊所調教出來的 這個GR Sport 版本的底盤 好 我們首先來看它做了哪些功課 首先它保留了 前面原本有的前鋁合金支架 在底盤的中後段它現在又增加了什麼 一個比較粗壯的一個緊緻型的鋁合金支架 這前後的搭配起來使得整個底盤的剛性大大的增加 那在我們看懸吊方面 在懸吊方面呢 前後的彈簧係數它增加了30% 然後在避震阻尼上呢 前面增加了5% 後面呢 則多加了20% 經由這樣底盤的剛性的增加 跟懸吊的一個強化之後呢 這我們開起來呢 我覺得它在高速的時候 尤其是在彎道的時候 它整個車輪後面的貼地性非常的好 最主要是它的側傾抑制的也非常的線性 再加上它搭配這個往上升一級的輪胎 它是Bridge Zone的一個高級的都會休旅台 它不僅是在拍照性上 寧靜度上 還有濕地的排斥性 還有耐久度上 它都表現得非常出色 最主要是胎幣的Q度 它不是死硬派的一個方面的表現 所以好的配胎 剛性大大增加的底盤 而且強化過的懸吊 這使得整個GR Sport版本的Carola Close 它在操控樂趣上是大大的增加 很令人印象深刻 那在舒適性上呢 我們剛才講過 由於它的整個配胎的一個Q度化 然後整個懸吊的一個調校 也不是死硬派的 所以它在乘坐起來 它還是保有我覺得Carola Close 原本的一個舒適度 當然我覺得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它這個動力方向盤 它也經過GR Sport團隊的調校 所以它的方向盤呢 路感變得比較好 而且稍微的比較重手一點點 讓你開起來呢 跟一般版的正常版式 有截然不同的感覺 擁有SUV的造型跟空間 大小剛剛好的車身尺碼 以及一公升可以跑22.2公里的 油電汽油版本 這些都使得Carola Close 就是一上市就成為國內車市的銷售霸主 現在呢 經由GR團隊所調校出來的GR Sport版本 不但擁有更為運動化的造型 在底盤的操控樂趣上更是大大的加分 不論你是未婚已婚的年輕族群 或是擁有小孩的家庭 Carola Close GR Sport版本 確實值得成為你的購車第一優選 我是昆成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好